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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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ke Pro 今天是2月25日 昨晚臨婚前 發現了 英國有一個節日叫做Pancake節 很有趣的Pancake節 究竟是什麼呢 跟中介有關的 就是要在 相傳某一個日子 要齋戒支持你 吃完肉 用完蛋、牛油 所以他們會煮好Pancake 資料 喜歡的話可以上Google 看看Pancake節究竟是什麼 但這個節日 是全國 似乎是英國全國都會有 而剛好住的格林威治區 裡面的格林威治 在街市市場 裡面也會舉行 所以我現在就馬上去看看 那我就... 4個月 應該就是一路拿著一個Pan 在那裡拋鑊 一路走一路拋 去到最快都沒有地位置 我們看看是不是真的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有很多小朋友在練習 由牧師帶來 他們享受一下自己的氣氛 可以聽到一聲 Pancake好像都很硬 其實這些朋友都練得很認真 完全笑不出樣子 其實是一個很小型的活動 但是社區其實要不斷有這些 很小型的活動 那個營墜的生活在這裡 1 2 3 1 2 3 1 2 2 2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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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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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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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11 11 12 12 12 三 我問了原來我都可以玩的 那我就可以試試了 我成功KO了這裡的小朋友 不要說我來什麼都沒做過 我扮Gangnam Style 其實在外國很多地方都會有這樣的節日 有時可能是宗教的原因 即是原油 亦都會有一些很簡單、很無聊的遊戲 例如以前很多那些穿到五十六跑步比賽 或者穿高級跑步比賽之類的 看似很無聊 其實快樂就是在這些小節、世事上衍生出來 如果你的生活中有很多這些 充滿著這些歡樂的話 其實人生應該不會共和的 所以香港人輕鬆一下 我都明白香港現在是 即是低級傳媒之秋 不論生活環境、經濟環境、健康環境、政治環境 都其實在侵害香港這個地方 但是希望下午有一天 香港回復以前的香港 充滿活力的時候 希望我到時的社區可以充滿歡樂 就像他們那樣